各位同事 特區政府為各政府部門設立的跨部門小組工作 原意是為了增強各政府部門為市民服務時 不要各自為政加強多些溝通 能夠處理民生大小工作的問題 但事與願為 現時大多數的政府部門還是各自為政 自己顧自己 本人辦事處於2015年9月份 接到居住於沙梨頭橫為居民投訴 有一魚翅海比貿易公司在這個地鋪內長期煲滾 生魚翅 產生非常大量的惡臭氣味 熱氣澎湃 污水長流 令到這區居民相當困擾 本人辦事處到現場了解後便去信民政總處處理 而民政總處就將這個問題轉教環境保護局去跟進 但居民發覺不會有改進 本人辦事處於2016年2月份再去信環境保護局要求跟進 得到答覆是將這個個案轉介到土地公務運輸局 消防局 衛生局 勞工事務局 民政總處部門跟進 但這次居民也發覺沒有進展 所以本人辦事處於2016年12月份再去信行政長官處理 到了2017年1月份得到環境保護局的答覆 竟然是跟2016年的答覆一模一樣 而是將這個個案轉介到土地公務運輸局 消防局 衛生局 勞工事務局 民政總處等部門跟進 本人於最近在3月18日到沙利頭橫圍和居民了解和觀察 得到的答案是投訴了兩年多都沒有改善 以及現在的環境還比當初惡劣 這樣就看得出特區政府設立的跨部門小組的功效去到那裡 政府的跨部門小組就是給市民一個美麗的笑話 所以在此期望特區政府真真正正履行以民為本 急市民之所急來處理市民的問題 多謝主席